国宝一百 渐渐精彩 汉字里有一类字呢 形式感极强 这就是品字形字 简单的说就是三个相同字字 乘三角形排列 比如金木水火土 三个金念心 三个木念僧 三个水念苗 三个火念燕 三个土呢就念窑 这都比较简单 那么三个马呢 三个牛 三个羊 三个鱼 三个犬 三个鹿 这些动物都怎么念呢 能全都打上来的 不算有什么本事 都打不上来的呢 也不丢人 因为多大的文字学者 也会遇到许多不认识的字 这个在中国汉字里很正常 一说到汉字 我好多年前啊 写过一篇小文 叫不常用汉字 也就是生辟字 我在里头提到过 九年义务教育 只教给你三千五百个汉字 一个人啊 如果能准确认识四千字以上 基本上就是以文字为生的 比如我啊 像编辑 记者等等 如果能认识五千个字 一定是文字的顶级大学者 这属于凤毛麟角 即便是这样 所认识的汉字 也不足汉字的总量十分之一 汉语大字典收录了 五万六千多个汉字 随便翻开一页 就可能会看到不认识的字 而且很多我们认识的字 并不是在上学时候学的 而是在生活中 陆陆续续学的 就拿今天来说 如果你有心 就会记住 三个马念标 三个牛呢 念奔 三个羊呢 念山 三个鱼呢 念仙 三个犬呢 还念标 三个鹿呢 念粗 如果你再用心一点 你就会了解他们的意思 可能一辈子就记住了 那么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字 很难写 很复杂 有三十个笔画 但是很好记 为什么好记呢 因为有口诀呀 星字头 林字腰 大字下面 架火烧 不过这个星字头的星 是繁体字的星 这个字的准确读音 念篡 篡的篡体 描述了一幅 双手持赠 在灶口 然后推木柴入灶 燃起火苗的生活场景 说文解字解释为吹 即生活作范 篡字作为名词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姓氏 篡性 篡氏是汉末至唐代中期 最著名的南中大姓之一 三国时期 现在的云南 贵州西部和四川的西南 统称为南中 当时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 有三家 分别是霍姓 梦姓 和篡姓 诸葛亮七秦梦获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国宝 二串碑 就是跟串事有关 二串碑 它不是一个碑 是两个碑 分别是串宝子碑 和串龙岩碑 串宝子碑 又被称作小串碑 串龙岩碑 又被称作大串碑 这是怎么分的大小呢 很简单 就是根底尺寺 这两块碑 现在具体在哪呢 它们都在云南取径 一个是在取径一中 另一个是在取径陆梁县 薛关堡窦阁寺 云南取径 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宁 正是篡氏家族 当时在云南统治的中心区域 那这两块碑 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又是怎么到了取径一中和斗阁寺的呢 这两块碑 当然不是一起被发现的 世界上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 串宝子碑的发现还真是因缘继绘 事出巧合 事情还得从一百六十七年前 一块豆腐说起 帝王将相 巨王矣 政务不言 有玄机 清咸丰二年 也就是公元1852年 时任云南取径知府邓尔恒 到府衙厨房视察工作 在一块案板上看到一块豆腐 我们知道早在宋代 豆腐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很重要的食物了 那么这块豆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原来这豆腐上有字 这就是这豆腐上的字引起了邓尔恒的注意 说起这邓尔恒 你可能不知道 但说起他爹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 他是谁呢 是邓廷真 在任梁广总督时 例行禁烟 在任敏哲总督时 击退进犯厦门的英国战舰 他还是第一个反对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大臣 可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 都说虎父无犬子 邓尔恒在仕途上虽然不及他爹 但是他善金石之学 智学严谨 因为邓尔恒对金石学的研究 他看到豆腐上的奇怪的字 马上就意识到这事情不同凡响 于是他就追问厨子 说这块豆腐你是从哪儿买来的 他一路追寻找到了一家位于阳崎田村的豆腐作坊 邓尔恒在这家作坊里 看到了他家用来盛放晾干豆腐的一块石板 这石板上有字 经过仔细询问 得知这块石板在他们家已经使用好几十年了 大概是在乾隆年间 这家人在自己家田里耕地时发现了这块石板 他们不认识上面的字 没觉得他有什么重要的 除了务农外他们家还做豆腐 觉得这是一块挺好的石板 又大又平整 用来放豆腐刚刚好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吃过豆腐 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 简单的说做豆腐有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要浸泡黄豆 把黄豆磨成豆浆 接着过滤 把豆浆和豆渣分开 然后熬豆浆 豆浆熬好后 需要点卤使豆浆凝固 呈现豆腐脑的状态 然后用包布包起来 放在案板上压制沥水 冷却成型 这字就是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石板一用就是几十年 至少用了三代人 而这块石板正是串宝紫碑 也就是小串碑 发现小串碑后 邓尔恒便将它运回府衙宝馆 并对碑文内容进行了研究和考据 还特意撰写了拔 计数了发现和安置石碑的经过 并刻在了石碑左下角的空白处 之后 小串碑就被移植到了取静的武侯祠里面 直到民国军阀混战 趋静也成了战场 1927年 小串碑被士兵抬去修筑防御工事 一介韩士张世元 知道这件事后 冒着生命危险跟士兵交涉 最终将石碑搬回家中 使石碑逃脱了被毁的危险 后来时任民国政府内政部长的周忠岳 委托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取静一中的第一任校长 谢显林建造篡碑集 将小篡碑收藏于此 直至今天 清末民事 原家谷为篡碑亭撰写迎联 奉东进大亨 保子增辉三百字 称南巅小篡 石碑永寿二千年 此时 据立碑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 篡保子碑 全称禁固 镇危将军建宁太守 篡辅金墓碑 通高一米八三 宽六十八公分 厚二十一公分 碑首成半圆形 碑额提显五行 每行三字 碑文共十三行 每行七到三十字不等 碑下端列直官提名 十三行每行四字 共四百字 均为正书 除最后一字缺损外 其余都清晰可变 碑的主要内容是 记述 篡保子的生平 家世和政绩 篡保子 三八零年出生于 建宁平乐 也就是现在的取境路良 公元四零三年去世 年仅 二十三岁 十九岁就任建宁太守 同时承袭了 镇为将军一职 根据碑克的年号 东晋大亨四年 可以推断 他遭遇公元四零五年 也就是篡保子 去世后的两年 我们说到这里 熟悉历史的 尤其熟悉东晋历史的人 可能就有疑问了 东晋立国一百零三年 历经十一帝 没有一个皇帝的年号纪年 为大亨四年 难道是当时的工匠 课错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 邓尔恒在他写的拔中 给了解释 靠近安定 元兴元年人云 改元大亨 次年仍称元兴二年 以四改一息 卑称大亨四年以四 代不知大亨年号未行 故仍遵用之耳 就是说 靖安帝 司马德宗元兴元兴元年 也就是公元四零二年 改年号为大亨 四零三年年号又改回元兴 称元兴二年 以四年也就是四零五年 改年号为一息 大亨这个年号 仅仅用了不到一年 那怎么出来大亨四年呢 邓尔恒推测 串宝子当时 遵奉东进司马政权为政所 改年号的通知来了 他就改了 但是后来可能再改年号的通知 没有来 串氏偏居南静 导致他不知道中原变迁 四年后还在使用大亨年号 这才有了大亨四年的碑文帝年 帝王将相 巨王矣 正物不言 有玄机 邓尔恒在拔中还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 宜征远文达师 建篡龙岩碑 定为边中第一师 是什么意思呢 远文达就是大名鼎鼎的软元 不但是三朝阁老 九省江城 关键还是一代文宗 在京史 金史 编撰 教刊 书法等方面有极高的造诣 最为人熟知的 是主持教课 纵本十三经著书 在清道光六年 也就是1826年 出任 云贵总督时 偶然在一个晒骨场上 发现了一块被用来打稻谷的石板 这块石板 就是篡龙岩碑 后来 阮元让十刃之州建了碑亭 将石碑保护了起来 其实有关篡龙岩碑的记载 最早建于元朝礼经的元朝制掠 到了明朝周弘祖的古今书客 万历云南通志等 均有记载 但他的重要性 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直到再次被阮元发现 才引起重视 篡龙岩碑 全称叫做宋顾 龙襄将军 护震满教尉 宁州刺史 穷都献猴 篡史军之碑 这块碑始建于南朝留宋 校武帝大明二年 也就是公元四五八年 碑通高三点三八米 上宽一点三五米 下宽一点四六米 后有零点二五米 碑额有青龙白虎 朱雀浮雕 下部正中有川 左右有日月浮雕 日中有三足屋 月中有禅厨 正文二十四行 共九百九百五十四字 碑音克直官提名三列 共三百一十三字 碑阳左侧克清代软元 邱君恩 杨篡三八级 道光七年 之州张浩 建庭自一行 篡龙岩碑 比篡宝子碑 晚历五十三年 但比篡宝子碑 大很多 所以称为大篡碑 碑文追溯了 篡氏家族的历史 记述了篡龙岩的事迹 为研究篡氏家族 以及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篡龙岩自适得 是建宁郡同乐县人 根据碑文文字 篡氏的祖先曾授封篡帝 所以以篡为族人的姓氏 原祖名叫篡素 官至曹魏的尚书 蒲叶兼河南饮 后世子孙辗转到了四川湖港一带 一部分又漂泊到了南中 篡家经过九代人的发展 家族兴旺 篡龙岩于刘宋文帝原家22年 也就是445年失事 享年61岁 虽然先祖是谁 这个难以考证 但是篡氏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则是可以肯定的 到了东汉时期 篡氏已经是南中的豪独了 公元339年 篡氏开始独靶南中 直到公元748年 南昭灭篡时 篡氏已统治南中400多年 形成了独特的篡文化 二篡碑最有价值的是他们的书法 被人们称为篡 小篡碑鼓着凝重 是历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 大篡碑年代稍晚 虽为楷书 但历书意运明显 充满朴着天然之气 阮源发现大篡碑后 在碑下坐的提拔中说 此碑文体书法 皆汉尽正传 求知北地亦不可多得 乃云南第一股石 其勇保护之 清朝中期 金石学大兴 影响所及 书法界学碑之风盛行 以软源在当时的影响 加上他对大篡碑 云南第一股石的评价 该碑立刻声名远播 受到书法界 金石界的高度重视 康有为说大篡碑 与灵庙碑同体 浑金浦玉 皆是圆长 石城中廊之正统 下画如昆刀刻玉 弹剑魂美 不是如金弓化人 各有义气 当为历楷之极 雄强貌美 神品第一 而小篡碑 朴厚古茂 端朴若古佛之荣 康有为 后期的字 明显受二篡碑的影响 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说 二篡碑的笔法 凌空取势 沉着痛快 纯刃自然 运笔 有险峻而不平板 多飘逸而不呆滞 导宋流畅而有节奏感 行于 其所当行 止于 不能不止 格调 端庄杂流利 刚见寒阿诺 不拘一格 齐聚横生 雄强 质朴 天真 简言之 力中有凯位 凯中有力行 是当之无愧的书法艺术真谱 除阮元 包世成的极力推崇外 康有为将篡体字发挥到了极致 清诺民国大卢 沈增值著名画家 潘天寿的字都受二篡碑的影响 红衣法师早期也曾学习篡体字 我办公室里有一套百纳本二十四史 是民国初期由张元继先生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 是巨资广搜博彩各史善本 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 欧欣力学十余年才刊印发行的 因其极高的学术收藏版本价值 从发行之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追捧 蔡元培 胡适 富增湘 雇其浅都对其赞誉有加 鲁迅先生当时也购买了一套百纳本二十四史 至今藏于今天的北京鲁迅博物馆 百纳本二十四史全部出其后 商务印书馆还为此特制了专用书柜 这个书柜上写明二十四史的名称 我们现在虽不大清楚书柜上的字是谁写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字明显受到了二串碑的影响 从中可以窥见二串碑的影响力 现在不仅是学碑帖书法的人很重视二串碑 学习美术的人也很关注 大家熟悉的招商银行南方都市报的名字提名都使用的是篡体字 在书法界 不仅我们国家对二串碑有研究和学习 日本韩国也有不少人长期研习二串碑 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有一群日本人辗转来到了云南取境 目的就是为了瞻仰二串碑 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 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 过了很多年以后 他们再一次来到了取境 终于看到了二串碑 如愿以偿 有一位日本八旬的书法家 来到了篡宝子碑前 在离碑七八米开外的地方 双膝跪下 用标准的普通话 高声背诵篡宝子碑全文 令人动作 如今 二串碑还都在发现地云南取境 篡宝子碑静静地处理在 取境仪中内的篡碑亭中 而篡龙岩碑 则在取境路良斗格寺的大殿内 成为两座只展一建国宝文物的独特博物馆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享 这两个人 请求您能复 склад